我是先生的舞蹈精灵 每个跳跃都让我飞翔 每次旋转都让我神往 舞蹈给了我梦想的至宝 好日难得众爱仙 众众鸟地高飞鹿 呼云看见看字是笔尖上的舞蹈 每一个笔画写出的都是纸巾的跳跃 我是舞台上的女主角 我叫王国爵 今年13岁了 哟哟哟我的名字小王伯爵 我这个女孩非常特别 如果你对我还不了解 看我的电眼没人能学 唱歌跳舞我的最爱 演技pk我也不妥协 我年纪还小但最好学 梦想用微笑征服世界 我今天还是个小小毛毛虫 明天就变身美丽蝴蝶 看我的美丽七十二遍 让你们为我拍手叫绝 谢谢大家 今天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因为平常参加的节目很多 但是像这一类的 就是这种文化类的节目 我还参加的比较少 所以呢希望马东叔叔 还有各位评审 希望可以对我宽容一些 我也会继续努力发挥到我最正常 最高标的水平 好 王伯爵 你平常参加什么节目啊 文艺类的 文艺类的综艺节目 马东叔叔 您刚才叫我什么 伯爵对吗 您认识我这个字呀 连我们校长都不认识 我这个字念爵 你知道吗 你刚刚把你们校长给出卖了 校长看到这节目的时候 气晕了 气晕了 我为什么不认识这个绝呢 这次不是很难的 老师们 这个绝好像是近几年后 才出的字我发现 姑娘 不会的 不会的 有关玉的字 都是春秋时期就能有了 绝不是最近咋出来了 中国人上玉 对 那时候有关玉的各种说法 所以伯爵可以去看看 那个历史博物馆的那个掌柜 关于玉器的掌柜 你会很亲切 有一个很惊喜的发现 那里面就有大大小小的玉绝 好 转身进入汉子第一宫 小孩挺好业的 请写出儒雅的儒 儒雅的儒 这个人长得很儒雅 你就看看马东叔叔 你就知道什么叫儒雅 如果还不够再看看他后边的张老师 对 反正别冲着我看就行 嗯 儒家的儒 听说过吗 哦儒家法家到 对 对 谈笑有故 哇塞叔叔 你怎么靠我这么难的字 这不应该是第一关出的呀 儒家法家到 儒家法家到 这字难吗 你是初一吗 是啊 但是我觉得儒家法家到 你是初一吗 是啊 但是我觉得 容易一些是吗 这个字千人之小率83% 哎呀 你是把这个字写得很难 哎呀糟了 这事还真 谁是儒家代表人物 小姑娘 哎我我忘了 哎那你别忘了 这个你确实初一应该知道 你一说代表人物 嗯 哈哈哈 这 哎不你们这么大的孩子 小时候读 弟子归吗 读 读啊 我们背过 啊背过 第一句是什么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弟 赐锦信 锦信 啊 这话是谁的话 知道吗 最早 孔子的吧 对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儒字的正确答案 哎呀太好了 你想他作为一个 一个思想流派 他是以人为本的 讲仁爱的 他哪能是三点水呢 那是个第一名 看着这么聪明 这么漂亮的一小姑娘 基础的东西 一定要走脑子 嗯 好 谢谢老师指点 请走进下一宫 请写出烟囱的葱 写完了吗 这个我摸过 摸过啊 烟囱的葱 是像形字吗 是 嗯 窗 天窗 就是它可能是个洞口 如果上面 对 你没看上头 那个是开着口的 对 加上血宝盖 那个念窗户的窗 它是窗的圆形 就是这个词啊 它上面原来是不封口的 就像那个开口形 对 来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这个字 这个字你写对了 请 首先下一宫 嗯 请写出 瞳孔的瞳 瞳孔 反正这是关于眼睛的 嗯 瞳孔 是不就是眼睛里面那个小球球 对吧 就是那个 眼球里面中间那个 对 小球球啊 瞳孔 关于眼睛的 就是慕姿旁的 现在她们最少女孩 她们都戴美童 美童 戴美童 所以她们对这 在手 所以你又问了一个 她们熟的字 来 看正确答案 请走进下一宫 请听题 请写出 湛墨水的湛 吃饺子湛醋的湛 应该有个三点水吧 湛 湛东西肯定 老师这个湛是一个行音字 你很会交流 那我不能告诉你 这个吗 这点湛吧 实际上湛和湛是反过来的 对 对 对 反过来 我去湛和背湛上东西了 鱼水酒 你想一想你是放弃 还有两宫还是求助 这求助的话 那我得啃宝 就是最后这一宫得会 但是我现在拿捏不住呀 她是既有舞台经验 求胜心又强 放弃就旁边再第二次机会 嗯哈哈哈哈 五站 四 旁边 三 二 求助吧 啥呢 哈哈哈哈 30秒之间啊 怎么那么傻啊 欢迎来到下频道 晚上 晚上 等一下 喂 喂 张文姐姐 湛蓝的湛 不是湛墨水的湛 湛墨水的湛 是吧 对湛墨水的湛怎么写 上面是一个 烤字头 然后呢 然后左边是一个 油 这属丑牛 烟火某柱的那个油 就是那个西方的西里面多了一个喉 然后它的那边呢是焦 就是那个问你姓什么 然后它是属于那个焦 焦 这姐姐很对啊 对 她还是说得清楚 不行 我写的不像个字 我从写也变老实 写的不像个字 怕入不到您的眼里 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 来 看看证据答案 我害怕 太好了 小文姐 我爱你 老人为什么这个没有三点水 我觉得湛墨水 应该是有个水东西呀 这个有 就有点 就有那个意思 就是酒啊 嗯 什么什么 对 酒的那般别 拿点那种类似草啊 什么东西去蘸点 咱拿饺子蘸东西 是后来隐身的 大葱战将 你看那个 他也是那个大葱 十五一战 这确实是一个男子 请走进下一宫 最后一宫加油了 老师们离您越来越近了 这个字 我加油了 老师们离您越来越近了 这个字 我隐行高歌的行 隐行高歌 玩命唱 他有嗓子 喉咙 等等这些意思吧 这个还是到处用的成语啊 这个 这个字千人知晓率73% 行 行天的行肯定不是 口中谁 伯爵 我顶多再告诉你一句 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 但是它的另一个字 你先不能说 你说了你马上就知道 一个口一个看 哎呀 刚才那个太求助太急 看来 对 那个字要不求助 他往旁边可以再走一次 结果他放弃了旁边 其实应该再拨一次机会 刚才不错 看看 看看这个字终于答案 既念坑 既念坑也念行 我这个真不知道 但是伯爵 你今天其实最可惜的什么呢 就是你用错了策略 你比如说刚才那个站字的位置 你是还有左右两宫没有用的 你看看你多么可惜 你死在了最后一宫 但我怕如果要是走那个 那个 如果我也不会的话 我反而也浪费了这次 你那一个万一会写呢 多了50%的选择 但是你给自己把选择 你提前给它cancel了 我就跟你讲 站你是百分之百的不会 隔壁那格 你是百分之五十的不会 对 对吧 当然是去选那百分之五十 对啊 就是要走脑子 这个在考一个孩子的综合素质 不仅仅是认字 还有他的取舍 知道吗 懂了 谢谢老师点评 你的优点是交流好 善于观察 察言观色 但是你确实服 如果你还能沉下去 你的聪明劲和细心劲都够用 看啊 在汉子英雄舞台上能认识好多字 嗯 而且还能得到老师的点评 能认识战 能认识行 也是坑 但是真正希望你记住的是 刚才余丹老师所说的这个字 对 嗯 沉浮之间 谢谢老师 来你写对了四个字 这是两千块钱的教育基金 谢谢 孟小你说说 嗯 我长大后 可以编一套汉字舞蹈 然后把汉字传承下去 伯爵你的想法 其实是一个特别靠谱的想法 嗯 你了解台湾的云门舞集吗 林怀民先生的云门舞集 我听说过 但不是特别了解 你可以去看看 他们怎么样用舞蹈 去表现汉字的笔墨的意韵 跟人身体之间的那种韵律 他的那种节奏的舒展 他们是迄今为止 最好的表达之一 但是你以后还有可能 突破他们 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就好 嗯 谢谢老师 老师 我觉得其实 这个汉字就是笔尖上的舞蹈 如果可以用舞蹈 把这个汉字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也是人类的一大突破呀 壮志好景啊 壮志好景 谢谢 好 伯爵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希望以后汉皮球的舞台上 还能看到你 谢谢马东叔叔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好 妈 好 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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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忘记所用了呢 没理解啊 是不是 至少知道影横高歌的行 和空气机的空置 一个字 也当老师谢谢您 我觉得您说话特别对 然后我也会吸取您的教会 吸取您的知识 我一定会踏踏实实的沉下来 精灵古怪的王伯爵爆汉离场